当地时间17号下午,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惠灵顿会见了新西兰反对党工党领袖希勒 贾庆林表示,工党是新西兰重要的政治力量,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2008年,工党政府执政期间,中芯签署了自贸协定 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此类协定的发达国家 这一协定是中芯合作的重要成果,为两国各自经济发展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国贸易额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不降反升,充分说明中芯经贸合作互利共赢潜力巨大 贾庆林表示,党籍关系是国与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与工党的友好关系 愿在独立自主,完全平等,互相尊重,互不干涉内部事物的原则基础上 保持两党友好往来 加强在治国理政,促进民生等问题上的交流与探讨 推动中芯友好合作,不断取得新进展 希勒表示,工党高度重视并珍惜与中国的关系 对在执政期间,在对华关系上取得的成就 包括与中国建交,签署新中自贸协定等深感自豪 可以说,新西兰在野和执政党都支持发展对华关系 近年来,两国日益紧密的互利合作和人文交流 把两国人民越拉越近 工党愿继承优良传统,继续致力于对华合作 推动新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当天,贾庆林还在新西兰毛利事务部长沙普尔斯陪同下 前往新西兰地啪啪国家博物馆 出席了为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而举行的中兴国家博物馆 互办展览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前,新方为贾庆林举行了 具有浓郁毛利文化特色的欢迎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、JM秘书长、钱云路等参加了上述活动 感谢观看